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出来看激光吗 今晚真的会有极光吗 天气预报说 今晚大雪 多云 KP值很低 出现极光的可能性较小 那你还 第一次来基地 还是看过极光才算不许此行 你看 雪快停了 不到最后一刻 谁都不知道会不会有转机 最后一刻 但我的奶奶 还有那些研究员 他们 可是也有人坚持到了最后一刻 结果还是惨败了 我只是在说极光 我也是啊 那里是什么地方 长恒山 长恒山 我记得 那里发生过很严重的磁场 溢变灾害 好像 就是几年前的事 方爷爷为什么要住到极地 这么远的地方来 是为了你们的研究吗 不完全是 因为那场溢变灾害 我的学长在那里牺牲了 这样 抱歉 为什么道歉 你学长的牺牲 也有隐情吗 只是个异味 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 你说 死亡带来的伤痛 真的会随着时间被遗忘吗 不会 时间无法治愈一切 也无法让人遗忘伤痛 只会让你慢慢习惯 还让你和方院长 找到了某些要坚持下去的事情 对吗 激光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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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得对 还是要看过激光才不需此行 可惜只能看这么一下 要是觉得遗憾 就让他留下来代替你看激光吧 所以 这个雪人是我吗 你是不是 还会在雪人镇留一段时间 那还是留给你 看到他 就会想起我吧 不一定 不过想起你的时候 我会直接打电话 又是嘱咐注意事项吗 你这个医生 还真是尽职尽责 一开这里后 你应该很快就会忙起来了 是啊 我希望 欢迎你来幸福的命运 还有感觉 那就祝我们 都能找到想要的真相